尽管著名的科力犬拉西在1950年代的电视剧中多次拯救了他的小主人提米 有关动物亲社会行为或者说有欲望帮助他人的行为的研究还相当有限 对动物是否具有同理心的早期研究基本上只对大鼠进行过 使用镍齿类动物进行研究的缺点就是 科学家很难断定老鼠当时的情感或者真正动机是什么 因为大鼠的做事意图难以断定 所以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艾米利·桑福特决定用家犬来实验 狗已经与人类建立起了紧密的关系 由于人类可以在实验中被命令哭泣或哼歌 我们想看看这能不能引起狗的同理心反应 桑福特和他的同事使用简单的开门测试来检测了狗的亲社会反应 狗的主人们坐在小房间里并被要求哭泣或哼小曲 研究员则记录狗会不会对其产生反应并推开门查看他们的主人 我们还真的预想如果主人在哭泣而不是在哼小曲的话 狗会更有可能推开门查看发生了什么 但出乎意料的是实验结果并不是这样 不过最有趣的是如果狗主人是在哭 打开门的狗通常会更快地开门 而主人哼小曲的狗则是不紧不慢地开门 狗开门的速度也和他们与主人之间的关系有关 研究员使用了名为无法完成的任务的测试来检测狗与主人的关系 研究员把狗和主人还有一名陌生人放在一个房间里 并且在房间里放了一个狗够不到的零食 接下来研究员记录了狗看着自己主人求助的时间长度 并把狗看着陌生人求助的时间长度做比较 他们发现看主人时间越久的狗 在主人哭泣时跑去开门的速度也越快 你的狗是你家庭的一员 并且真的关心你 人们应该了解到在与狗交流的时候 狗能够理解你的感情 所以人们应该爱自己的狗 并且像对家人一样地对他们 这其实是大多数宠物主人已经了解的事实 科学家只不过是加以验证 维特科夫斯基 华盛顿报道 中文字幕 appe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